给那个诸唐的金老院啊 还有革命城里馆啊 卷款以外 还卷款还卷到外地 当时呢 这个也是他写给我的信 他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我赚款呢 不是为了名 不是为了利 他落款是盐黄 这二位口中的盐黄 就是今天我们的面孔 早在1987年 这位落款为盐黄的人 就曾经向江一市的 驻唐镇政府 汇过一千块钱 资助当地一个老人院的建设 在八十年代 这一千块钱 绝对是比巨款了 可是在那之后呢 在整整二十七年的时间当中 无论是希望小学 敬老院 还是革命老区 地震灾区 都曾经收到过 这位落款为盐黄的人的捐款 有的时候呢 是数百块 有的时候是上千块 数目不同 地址不同 只有一样相同 就是盐黄 从不露面 没有人知道 他到底是谁 尽管没有办法 找出真实的盐黄 但当地还是专门地 建了一个叫做 盐黄的陈列馆 在三百平米的空间当中 展览这位神秘人物 捐助的事情 而就在不久前 在张家岗 盐黄出现了 不过 他出场的方式 确实有点出人意料 11月20号下午2点12分左右 一位穿黑色衣服的老人 在办理汇款业务后 忽然晕倒 两位工作人员赶紧上前 把倒在地上的老人 扶到椅子上 随后拨打了报警电话 到家现场之后 发现老人 没有知觉 也不说话 然后就 120送到了我们 这边的中院 医生介绍说 是突发脑梗塞 在老人身上 也没有发现 有效的身份证件 还有手机 但是在老人身上 发现有三张 汇款单 这三张汇款单分别是 2012年 向祝唐中兴小学 汇款1000元 2013年 向四川庐山 汇款500元 2014年 向云南鲁店 汇款1000元 最后一笔 就是老人在晕倒之前 刚刚汇给灾区的捐款 在这三张汇款单上 有两张汇款人姓名 写着炎黄 另外一张写着黄炎明 可这些名字和汇款地址 在公安数据库中都找不到 后来我 就是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发现在你们 祝唐中有一个 在很久以前 80年代就有这么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炎黄这样的人 就是一直在给 就是不停地捐款 但是从来不留自己的真实性命 我猜测会不会就是 就是他本人 于是民警辗转联系到了 原祝唐幸福院院长 吴军正 不是有啊 有往 有往我们一直在找他 我们找了几十年了 在民警发过来的照片上 吴军正惊讶地发现 这个以炎黄为名的好心人 竟然就是熟悉的身边人 照片一看了 就是发现是我们 中厂的张七青 这个是我们原来的一个老会计 叫张七青的 你先生一个几乎的午餐 不能张高高 就像普通 是啊 人们苦苦寻找了27年的炎黄 就这样被迫现身了 老人的真名呢 叫做张继青 今年74岁了 是祝唐镇的一位 特别普通的退休会计 要说啊 张老的这个潜伏的功力 一点也不输 这个潜伏电视剧里面的余泽成 因为当年 当祝唐镇的幸福院的吴院长 接到这个炎黄捐款的时候 曾经就面对面地 跟张老讨论过 说你说咱怎么才能够找到炎黄啊 可张老愣是一点声色都没透露过 27年间 有的时候 为了能够完美地隐藏身份 他特地要坐长途车 到外地去汇款 甚至很多时候 连他自己的儿子都要瞒着 他说 不为别的 就怕这份真实的心意 成了别人的包袱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来听听 我们要绑着你们 一定要挣心水 因为说呢 你留了个名 将心必须 我要拔大家 这样他们没有 哎呀的了 又没有包袱了 再给我们走这些小事情 一滴滴小事情 就不能以恩人而去 偶尔恩人而去 救走了 你哪会这样子呢 老人掏了心 但实际上 他现在的生活并不是很富裕 这位上个世纪 80年代的万元户 如今每个月的退休金 只有不到百块 而住在一个 70平米的小老区 当他的身份被曝光之后呢 一波又一波曾经受到过 炎黄资助的陌生人 就开始先后 从无锡啊 上海啊 宁夏这样的地方赶过来 想亲口 对张老说一声谢谢 但是张老不干了 他说 我真没捐过这么多呀 我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呀 难道是人们认错了吗 经过调查 发现 事实是 英文有了80年代 炎黄匿名捐款的事 这27年来 有很多的机构和很多的个人 都在以炎黄这样的名义 炎黄这样的名义来做着善事 而得知了这么多的炎黄们 在做着同一件事 张老 别提到高兴了 其实啊 炎黄是个挺大的词 但是张继青老人 按照自己的理解 把这份博大做了特别个人的演义 在演义当中 张继青老人要藏 但是呢 大家天得找 不畏猎起 为的是那份感恩和支礼 格外珍贵的是 这种互动当中传递的善意 在27年当中 让炎黄不再是一个人了